林詠彤早前申請官司還清白 加上離開舊東家 一切重新開始 那天他擔任開TV開運秘笈的嘉賓 除了透露近況 還趁機請七仙語指點迷津 現在都是專注在自己的網店生意 入一些保健品進來 他的財運都要等到很遲 要等到年期 那時52歲左右才開始行財運 那有牌子 我很期待更年期 現在變成 以前是很害怕的 你全香港最期待更年期的美女 沒錯 因為接下來是蛇年 我自己有點煩太歲 所以都想請教七師傅 有什麼化解方法 最好晚上睡覺 都抱著一塊聖墓 聖墓英文就是Hollywood 就抱著 他的名字我都替他改了 因為他會健缺墓 所以就叫他聖墓 英文就是Hollywood 然後另一個用意就是 希望你將來到了Hollywood 哦 今天七師傅刺了我的新名 所以 七師傅工作多多 最近還客串開TV的原創劇 《我愛九龍城》 令大家都心思思想拍一份 我拍攝的時候都覺得很精彩 我都想快點看這個節目 我扮妃女 和一個有錢老 我就是有錢老的老婆 我們就駕車去九龍城 然後拍車 然後被一些黑社會 就管我們走 然後在那裡吵架 然後大家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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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師傅說了劇情不怕說 師傅 我想說 我在拍攝的時候是這個節奏的 原來師傅 那你該輸了 有沒有要出來幫忙一起拍 有啊 有這個機會就好了 你忍戰一下我吧 我忍戰不了 等導演忍戰 我等七師傅帶我 我等七師傅下次可以演唱會 我坐電單車 師傅 我聽 Maja 三師傅 兩師傅 二師傅 第二師傅 二師傅 二師傅